这个劈头散发做苦意的女人 就是曾经宠冠后宫的妻夫人 如今她最大的靠山刘邦死了 自己也被发配来干粗活 日夜煎熬不成人形 老对头吕智还要隔三差五来嘲讽一番 吕智根本不在乎刘邦的宠爱 自始至终她在乎的就只有权利 妻夫人宠冠后宫她不在乎 可妻夫人想让自己的儿子当太子 那绝对是触碰到了她的逆龄 见妻夫人依然一副依然自得的样子 吕智火气大增 来人哪 把这个妖妇的舌头给我搁下来 再把她的头发一根一根的给我拔掉 我要你变成女鬼 不仅妻夫人要死 赵王刘如意这个隐患更是不能留 借着新皇登基需要朝贺的名头 吕智将人照到长安 想要一举了结这个祸患 可没想到亲儿子刘盈 竟然第一个与母亲作对 亲子皆如意回程不说 还时时刻刻都要将人带在身边 就是为了防备吕智的毒手 对于刘盈来说 就算小时候总受弟弟欺负 连皇位也差点被抢走 可毕竟是亲弟弟 同样姓刘的才是一家人 记得当年我老是欺负你 可二哥就从来没怪过我 我不记得了 我只是记得呀 小时候三弟帮过不少 兄弟二人亲亲热热地叙话 刘如意趁机提出请求 要将母亲接到身边奉养 此时的妻夫人已经被折磨得 人不人鬼不鬼 可刘盈这个皇帝根本不清楚 干脆地答应下来 兄弟二人前嫌尽气 喝了个痛快 就连睡觉 刘盈瑶和弟弟睡同一张床 吕智万万没想到 会被亲儿子如此防备 只能另外寻找下手机会 正巧 其夫人的贴身婢女英梅 一贯和刘如意很是相熟 平安度过一晚 稍微有些放松警惕的刘盈 一大早便起床去遛鸟 英梅也借此机会来到了寝宫 面对昔日熟人 刘如意没有一丝防备 将加了料的茶水一饮而尽 等到刘盈回过神 一切都已经完了 刘盈 刘盈 刘盈抱着尸体 心中懊悔不已 而凶手英梅也很快被抓获 吕智倒打一耙 将自己完美洗脱 因为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轻信七级之言 在水里下毒想要害死陛下 只可惜他机关算尽 最终害了自己的儿子 不 不是欺负人 大喊的婢女 所有人都知道 一切都是吕智暗中谋划的 可谁也不敢说什么 一场毒害皇子的风波 就这么被压了下来